此前,辽宁剑剑刀刷贤号,引发了真意的关注,剑刀凭整部分被刷上了16的字样,然而字迹并不明显。 有的网友透露说,贤号是刷上去,又抹掉了,于是我们看到的贤号不明显。 有的网友称,是擦掉了之前的字迹,刚刷的新字迹还没有完工。 至于是哪一种状况,目前争论依旧没有停歇。 不过,辽宁剑刷贤号是注定的了,为什么呢? 因为一桩幸福的尴尬,不刷贤号这样的尴尬绝对无法避免。 刷了也不一定能逃得过,这件尴尬的事情,就是双航母编队的战机这件混淆问题。 简单说就是,16号航母的战机歼15降落,到了17号航母上,或者17号的歼15战机降落到了16号上。 所以笔者称起为幸福的尴尬,之前这种尴尬只有美军拥有,而今随着穿航母时代的到来。 中国海军飞行员也将面临这样的尴尬。 问题来了,降落错航母会发生什么呢? 有人说,不会发生什么,因为16号与17号航母基本都是一样的。 降落错了,重新起飞,飞回原来的航母就可以了。 这样的答案实在是小桥的航母上的工作人员。 由于战机降落不仅仅是飞行员需要付出辛苦,这个航母上负责着舰的工作人员也要付出很多的精力。 毕竟战机航母降落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,当他们发现降落下来的不是自己的舰载机时,那是非常懊恼的。 那么,这架降落错的舰载机将遭到惨不忍睹的对待。 我们可以看看美军舰载机降落错误后发生了什么就知道了。 1953年,美国一架AE海军攻击机在大雾中无法辨明方向,最终不得不降落在附近的一艘加拿大海军航母上。 刚刚这架成功的飞行员受到了热烈欢迎,然后就发现欢迎的人群终有人拎着一大桶油漆,然后就发现这位油漆工在飞机身上涂上了半个枫叶图案。 尽管飞行员不乐意,但是也没有办法,仰入虎口,由于飞行员在起飞之前不可能擦掉油漆图案,只能带着这一枚印记回到自己的航母上。 相信几包甲板人员一看,就明白自己飞行员刚犯下一桩记忆不经的错误。 相信这位飞行员的面子是彻底没了,涂上了半个枫叶图案不算什么。 最夸张的一次,美军一架飞机降落错误航母后,竟然被涂上了苏联的锤子镰刀。 可以想象,这位飞行员真造得同堂怎样的玩笑,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降落错误了。 随着我军双航母时代,以及未来多航母时代的来临,如果武军飞行员降落错误,将会遭到怎样的涂价呢? 历任张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使您av любой语惑点赞是嗯。 适应 解决